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个chit chat get ready with me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chit chat get ready with me的话 就是边聊妆边化 边聊妆 我怎么第二次说呢 边聊天边化妆 然后今天的妆容还没有想好 但今天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品 是就是我之前的视频里头从未出现的 因为最近我跟Jason交换礼物嘛 他送给我的一些礼物 而且微博上有个妹子找我要地址 然后送我的一盒pony effect的礼盒 所以今天会适用他们的东西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用的底妆是 A Cosmetics的CC霜 我觉得那个把遮瑕路遮瑕度对于我来说不够高 我前几天去那个田字房 他们画那个henna tattoo 就是印度什么植物 所以我先用我这个跟我色号一样的涂在外围 我这个是makeup forever ultrahd的stick foundation 它是一个粉条 这个遮瑕度非常也就是非常高就是中上 我最近一直在看我很早之前录的视频 我觉得特别搞笑 因为我之前废话超多 接下来我用这个 蘸去这个pony effect 第一次语 我就打在 这下面当做遮瑕膏吧 它味道有点香香的感觉 我希望不会过敏 7点一定要合住 这样就会滋生细菌 我昨天晚上也在看我之前那个新年愿望 就是在说新的一年那些计划什么的 我发现我真的已经快完成了很多的新年愿望 接下来那我们来定妆 我还是用的我的美宝莲fit me 我决定要把这个用完之后再买新的 之前我发现我唯一就是铁皮的东西就是定妆粉 然后这个铁皮了 我之前用那个红色包装的妙巴黎波是吧 那个healthy balance 那个铁皮了 然后我用那个rimmel state mat 铁皮了 就用完了 还有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画眉毛 这个是之前XXO kit 他送了一盒 也是送了一盒东西 然后这个是贝林飞新出的眉笔 叫不知道叫什么 上面写的是precisely my brow pen by贝林飞 然后4号是4 这边是个刷子 然后这边是那种很细很细的头 这种不是那种卡梅刀 就是那种像anastasia brow width那种感觉 这个的话特别上色 所以要轻轻的先割出眉笔 你们看 我已经把修容 还有眉毛都画好了 接下来画腮红 唇部放到最后吧 腮红我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Wide and Wild的color icon 这个新出的 也不是新出吧 就是这个caffeine line 特别喜欢什么apricot in the middle 然后第二个是贝林飞的dallas 这个也是XXO kit 他送我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在上面 我用过但是没有展示给大家 所以第二个选择是这个 第三个选择是Tarte的Amazonian clay 就是Jason他送给我的 我不想拆开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我在用的东西太多了 还不想给它拆开 要不然我们从这两个选一个 这个是橘色的样子 给大家看看 是这种橘色 然后有一些带闪 然后这个呢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百搭 你这样看 就感觉非常非常深 可以当修容 但是其实 扫一下非常好看 我就用这个 就用Dallas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白皮的话 一定要非常非常轻的去上 因为这个它特别显色 接下来是重头戏 就是眼妆 我在那个玛丽带家里头 昨天走路上看的 我也是被这个包装吸引了 这个是五色 打开之后吧 这是我挑的这些颜色 有点像那种Kate骨干 有点像Kate眼影的那种感觉 但是不是 是一块一块自己挑出来的 这是五色的DIY 然后还有三色和四色 我忘了三色和四色多少钱 我知道四色是八十 然后五色是八十八 这一盒加上盒子加上眼影 一共八十八 颜色还可以自己挑 三块是多少钱 四十多块钱的样子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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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 虽然还没有用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 以及我在手臂试色的感觉 非常非常好 第一色 唯一挑了一个紫色 因为我没有紫色眼影嘛 就是想如果之后想用紫色的话 可以用这个 它们家大多数的东西都是闪的 不是哑光的 哑光只有那种眉骨处的提亮 是哑光的 剩下都是晾晾晾晾的 在屏幕下 你们就可以知道 我挑的是什么颜色 用的是这个颜色 全眼打底 接下来我会用这个加深 我会用的是 L'Oreal Telescopic Carbon Black 打开之后是 非常非常细的 这也是我之前在那个胡子妆容 微博上发那个搞笑视频 那个胡子妆容里头用的 我对它刚开始 我就非常非常不好用 因为没有就是 那些博主吃的那么好用 但你时间用久之后 你不要这样揉 你不要这样扭 因为它这个一扭的话 真的会结块 所以你就这样 今天的妆容的最后一部 应该就是这个 Pony Effect的口红 它这个叫什么 这个名字叫 Someday Somewhere 这样的包装 然后有个吸铁石 就是这样 它的颜色就是有点砖红 有点像那种豆沙红 我没有试过 我现在给大家试一下 应该也是哑光之一 有我想象中要红 我以为是豆沙 这个就是今天妆容完整的效果 然后这个口红 我最后拿那个纸巾擦一下 就是薄涂的效果 快看 这太乱了 它这是一盒里盒 然后 这个是昨天那个眼影 这个是我挑的这些颜色 然后这样可以一块块抠出来 包装也非常非常好看 就整个人被惊艳到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高光 它不是那种很闪的 有点 我没有用过那个Laura Mercier什么什么 Baked 但是就是给我那种感觉 这脸好大 嗯 嗯 纯色的话我觉得 非常非常持久 就不会掉那种 就不会掉那种 眼妆呢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个88那个价格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也没有用眼部打底 如果我就用了眼部打底可能会 可能会更显色一些 嗨大家好 这个我吃过早饭之后 我现在在我姑姑的公司它是弄这个酒的 如果你们在石家庄或者就是想买的就是什么铁道兵啊 你们如果想送外国人的话也可以 就是这个他们酒包装手榴弹一样 这什么酒 白酒吧 白酒吧 这个酒也还可以放过 还可以放照片 这个确实 就是你辜负他们 你像同学聚会多少周年 就可以把这个照片放进去 嗯 我感觉今天视频也没有聊太多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